此人身穿藏青色舞袍 如同一柄出窍的战刀杀气腾腾 他在虚空中 一步一步朝众人走来 宛若是神灵将士 冷破宫 傅星成以此一句道 谋中绽放出冷芒 浑身爆发出浓郁的杀意 你竟然敢出现在这儿 难道摩天明背后主使是你吗 当敢对秦大使动手 阁下难道不怕陛下的责罚吗 傅星成怒吓道 傅星成院长 老夫为何不能出现在这儿 冷破宫几步走到近前 无懈地看了眼傅星成 冷冷地说道 责罚老夫 傅星成院长啊 你有这闲工夫替老夫担心 不如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担心我 傅星成目光一冷 赤笑道 冷破宫 你以为凭你和莫天明 能留下老夫吗 大家同为妻界五王 你想太多了吧 就凭我们两个 就凭我们两个当然不行 冷破宫淡淡一笑 胸有成竹 您笑道 若是还有其他人呢 其他人 傅星成脸色顿时一惊 诸位 还不出来 可别让我们傅星成院长久等了 冷破宫猖狂地大笑 傅星成院长 别来无恙啊 冷得老左 你太着急了 何必让傅院长这么着急跌入深渊呢 哈哈哈哈 一道道宛若惊雷般的大笑纷纷响起 众人惊恐地抬头 就借远处山林里 三道人影再度升腾而起 凌空而来 这几人 一个身挺如剑 浑身战风惊人的杀意 宛若出窍宝剑 另一个目光深邃如同山月 不动如山 还有一个身穿黑袍 欲风无形 这三人进阶散发恐怖的气息 瞬间就来到了傅星成面前 连同冷破宫 莫天明两人 把傅星成团团围了起来 什么 无极宗宗主燕无极 鬼缘宗宗主月冷禅 还有无家老祖乌成风 他们怎么都来了 刘先宗山门上 狄轩激动地看着 天空中五道灰红的人影 激动得脸色朝红 忍不住仰天成笑啊 激动 太激动了 本来秦成和卓清风等人 强势而来 的确甚至以为 刘先宗末日到了 可如今呢 看见冷破宫等强者之后 狄轩等人瞬间是无比激动 这哪是他们刘先宗的末日啊 分明是秦成和皇室的末日 五大五王齐举刘先宗 这显然不仅仅是为了 击杀秦成这么简单 这是要连地兴学院副院长 一通斩杀呀 哼 延太上长老 本宗主似乎说过 只要靠上无极宗联盟 咱刘先宗必定飞黄腾达吧 啊 狄轩傲然地看了一眼 旁边的几名太上长老 这几名长老也是神色亢奋 一次性见到大周王朝六大五王 这 真是难以置信呐 天空之上 复兴成脸色瞬间变了 身形缓缓后退 同时他惊怒地看着冷破公等人 怒道 诸位 你们这是准备干什么 造反吗 哈哈 造反 冷破公哈哈大笑 而后笑声戛然而止 他眸中射出冷芒 宁笑道 复兴成 你说对了 老夫就是要造反 你那老夫怎么样啊 哈哈哈哈 这一刻 冷破公彻底撕破脸皮 露出了狼子野心 天空中 冷破公面露猙獰 眸中绽放冷芒 他嘴角勾着邪义的笑容 看着复兴成的目光 好像看一个死人 五大五王强者联手 复兴成就算修为再高 那也逃不出去 无解老祖吴成风也是呵呵一笑 宁笑道 复兴成啊 恐怕你没料到有这一天吗 复兴成神色惊怒 眸中流露出了焦急 他还声道 你们几个竟然勾集到一块了 看来早有对付老夫的打算 这么说来 大周王朝大规模入寝 是不是跟你们几个有关 哈哈哈哈 冷破公大小出声 瞇着眼睛道 没错 大周王朝之所以出兵 正是我们几个鼓动的 放心吧 你死了就轮到那刘贤心了 看他废话干什么 一个死人而已 燕无极赤笑一声 复兴成愤怒的 难道你们不怕刘太老祖震怒吗 刘太 冷破公朗朗一笑 接着道 你以为我等不知情啊 那老东西自己都活不成了 哪有闲情管我们 啊 你 灭色大变 复兴成连连退了两步 仿佛被揭穿了秘密 烈刺顿时变得无比苍卑 见到复兴成如此表情 冷破公戒人立马一喜 看来莫天明打探的消息 果然是真的 莫天明 看来你说的没错 刘太那老东西果然出问题了 冷破公心下狂喜 对着莫天明激动他 若非莫天明提供的消息 他们几个也不会如此果断 抓住这机会 决定对复兴成下杀手 莫天明却是淡淡一笑 眸中绽放出杀机 他冰冷道 冷老祖 还跟他复兴成废话什么 直接杀了便是了 话音一落 莫天明身上猛地爆出一股惊人的真气真源 轰的一声 滔天真源如同一股惊气狼烟直冲云霄 同时他身上一股血脉之力生腾而起 其背后隐约有一头天狼浮现 天狼血脉 这是莫天明的血脉之力 冷破公等人唯唯一笑 看来之前被复兴成所伤了 这莫天明真动了怒了 否则他岂会如此迫不及待 冷破公淡淡一笑 说道 好 莫兄之前虽没杀那秦晨 但若非莫兄消息 我等也抓不住这个机会 从此以后 莫兄便是我等中的一员 到时候若是打下大卫王朝 整个王朝必有莫兄一杯羹啊 那就多谢冷兄了 莫天明淡淡一笑 你我之间何必道谢呢 冷破公转过身来 脸色瞬间冰冷 当务之急 还是先拿下莫兄城再说 好 莫天明猙獰地说道 冰冷的沙翼从冷破公身后转来 仿佛刺骨寒刀瞬间架在了冷破公身上 这莫天明对复兴成好大杀气啊 冷破公心中念头转过 还没来得及动手 突然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笼罩他的脑海 莫天明你做什么 冷兄小心啊 紧接着是燕无极等人的怒吓 只见众目睽睽下 叙事已久的莫天明 未对抚星城动手 反而是猛的一掌 闪电般轰向了冷破公后心 砰一声 冷破公虽然反应够快了 但仓促间只来得及护住心脉 就被莫天明一掌震飞了 一招得手 莫天明身形一晃 紧追而来 再度一掌拍向了冷破公 赶尽杀绝 扑的一声 真元激荡之下 冷破公张嘴喷出一口血 神色惊怒 他怒吼道 莫天明 你做什么 怒吼中 同时反手一拳轰出 拳掌相交 冷破公再度吐血 五脏六腑都被震伤了 鲜细抛洒成空 而此时 燕无极等人也是反应过来 纷纷朝着莫天明袭杀而来 唉 可惜了呀 莫天明某中闪过一丝惋惜 反手一掌 挡住三人出手 身形一晃 如闪电一般 瞬间来到复兴城身前 与他站到了一块 之前曾经大打出手 奋力搏杀的两人 此时并排站到了一块 没有任何仇恨之色 什么 莫天明你 燕无极等人震惊地看着这一切 脑瓜子感觉不够用了 下方呢 刘先宗等人也是目瞪口呆 完全没明白到底怎么了 冷破公则身上急忙拿出一颗疗伤丹 吞入口中 同时惊怒地看着莫天明 莫天明 你为什么这么做 先前那一掌 莫天明把冷破公数十道经脉 震碎了七八道 张嘴之间 鲜血泊泊而出 冷破公 你还不明白吗 莫天明根本没打算加入你们 傅星成一声冷笑 看着冷破公几人 就好像看着白痴 可 可为什么 冷破公自然明白 莫天明投靠他们是假 那先前跟傅星成拼死搏杀 肯定也是做戏的 但他们不明白 莫星成为什么这么做呀 场上 冷家一封足足四名武王强者 秦晨一方呢 只有莫天明 傅星成两人 就算中伤了他 莫天明两人 也不可能是他们对手 除非 突然 一个念头浮现而出 冷破公 眸中瞬间流露出惊恐之色 一旁 燕无极等着 也是面露骇然 想到一个 让他们胆寒的可能 想到了 傅星成冷冷一笑 转身对着下方 秦晨等人道 诸位 既然莫老祖都暴露了 诸位也不用 遮遮掩掩掩了吧 复星成院长 何必让冷老祖 他们彻底死心呢 秦晨就笑了 嘴角的鲜血抹去 整个人傲然挺立 站起来 哪有一点重伤的模样啊 原本在一旁 紧张地看着 秦晨的卓清风三人 也都笑了 一个个活动筋骨 轰的一声 散步可怕的威压 从三人身上 瞬间冲天而起 紧接着 此三人也悬浮而起 瞬间掠入半空 跟复星成 莫天明并肩而战 什么 你们几个 冷破宫几人 骇然地看着 悬浮于半空的 卓清风 他们一个个 眼珠子都要瞪爆了 惊骇出声 卓清风 耶律洪涛 南宫黎 这三大势力的代理人 他们清楚得很呢 一身修尾 只在半步武王 可如今 凌空飞行啊 这分明是武王强者 才能做的事 这三人全都突破了 这一刻 冷破宫等人 无不惊骇 一个个是心神矩阵 如果说 其中某一个 突破到武王 他们能理解 可三人全突破了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呀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 他们也算 老牌武王强者了 就算三人突破了 七阶武王 怎么可能 瞒过他们感知呢 见到冷破宫等人的秒情 卓清风 畅快地一笑 这次啊 多亏陈少 给咱们炼制的联系单 否则想瞒过 这几个老东西 还真不简单啊 嗯 的确 的确呀 南宫黎 也是感叹 本来他们还挺担心呢 以为他们对武王静的掌控 未必能在几人面前 藏住自己真实的实力 谁知道啊 秦晨给他们炼制联系单 效果这么好 简直是出乎意料啊 我说是会转过来的 要想真实的实力 有意料啊 不这话 这话 脚恰惊 诚心